今天我又来了,这期视频我们来看豪华级别的SUV爬坡对比,斜坡依旧是上上一期视频使用的65度斜坡,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是奔驰大G,瞧着底盘,绝对是一个越野的好家伙,相信这个坡对他来说难度并不大吧,冲啊,哇塞,这个引擎声音也太好听了吧,简直就是帅呆呆啊。 哎呀,不好,前轮似乎有些打滑,可能是因为行托太狡的原因,重量都往后移了,这就非常考验这辆车的四驱。 加油啊,还差那么一丢丢,哎呀,还是失败了,胜着为王。 我们还是来看下一位吧,风风风田,这是风田啥车呀,有知道的麻烦在评论区告诉我。 哇,他这是要干嘛,这坡爬得不紧不慢的,就不怕上不去吗,这也太沉稳霸气了吧。 哇,这也太厉害了吧,竟然没有出现一丝打滑,这爬得也太稳了吧, 哇,似乎是一点点的蠕动上去的。 哇,快成功了。 哇,怎么回事? 哇,快成功了。 哇,怎么回事? 老司机接着操作一波,老司机接着操作一波。 哇,上来了,这也太厉害了吧,好厉害啊,这车。 下一位,劳斯莱斯·库宇南,这车怎么还留着卫生服呢? 我的天呐,这爆发也太强了吧,像极了一个横着不上的汉子,呀呀呀,那你早就出现打滑了。 欢欺母神都躲起来了,哈哈,打脸了吧,前轮打滑,我的放弃,上得快,下得也快。 下一位,宝马X5,如果你有想看的车,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,点赞关注,不迷路,好家伙,这发动机声音是一个比一个响。 啊,还是失败了。 这也太快了吧,下一位会是谁呢,让我们视目一半。 不败了,我们视频频道还记得一下车,不开车。 在해도一些车闪弹,因为我们能器用力妙子。 怎么样啊,是什么样的。 不过吃,我们 cabeza回来找电话。 我们现在要问了一个房间。 我们算是一个房间接下来的房间。 更是一个房间房间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